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原来也有一些想法 也有我们自己在传承当中的一些经验 我们跟导演组交流了以后 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的方向 所以我就同意来了 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年纪还长了好几十岁了 所以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到这个时候了就该做这个事了 不是最大的 它只是一个窗户纸 它是一个一捅就破的窗户纸 你只要把很多东西告诉它 这些知识告诉它 真的就像计算一样 它和数学有很多的 我认为它几乎就是一个一个的算式 你照着公式就错不了 对 它是有规律可依的 而且并不是搞不可攀的 甚至是不可说的 不是 它是艺术 是技术 肯定是有技术技巧的 因为艺术的意就是技巧 技术 手艺 就是把一个无生命的东西 甚至不存在的东西 变成有生命的一个生命体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技术过程 所以这个意字本身就表达得非常清楚 所以当我们说到艺人艺术的时候 你就根本不能抽离开技术技巧来谈这事 这些东西就是需要我们告诉他们 这种变化是自然的 因为喜剧在我们国内有一个跟世界都不同的历程 就是大家在对喜剧一无所知的时候 往前摸索 正好我很巧是这个时代的人 所以在我们开始摸索的时候 更多的注重表演和表演的方法 由于我们高科技的发展 尤其我们技术手段的发展 艺术也要跟着变化和适应 这叫适应生存 所以现在我更希望艺术能回到本身 回到艺术的本体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艺术到底是什么 没事有时候刷一刷看一看 有时候也一乐嘛 既然一乐嘛干嘛不乐呀 对吧 看得好的高兴的 甚至有的非常聪明 但是呢 也能看出规律来 他是叹化一现 瞬间这个人就过去了 你看他今天这些东西特别好 视频一下能刷多少个点击 但是第二回呢 第三回呢就困难了 因为什么 他有些东西是偶然的 他和主动的创作和主动的用规律去创作 那是不同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我这行这碗饭吃了几十年了 四十多年了 对 他们呢 今天或者明天能站到第一 能站到潮头 就是这个 这是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技术的提高 将来还会有更快的 你要追求今天的快 你就是明天的 龟兔赛宝里的龟 所以呢 就是不要去比这个 我怎样的去快 更适应这个市场 和适应这个技术条件 不要被他们征服 TV 不要被他们征服 往回走 去找艺术的本体的东西 这个是不灭的 因为遵从规律做事 是永远不会错的 是百战百胜的 我谈不上严肃 我这人可不是严肃的人 我挺无聊的一个人 没什么别的杂的事 什么闲事我也没有 就剩下演戏这一条道 我没有觉得要严肃了 才能做戏剧 我不觉得 另外一个 或者我不严肃就是戏剧 我也不觉得 好像他参加了 对 他也没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他弄什么 原来说不参加 后来谁知道怎么又说参加了 对 我觉得不能在这个节目里就 对他有什么期待 这节目一出就火了 千万我永远不会抱这种心 踏踏实实学好手艺 他就永远能站在这个台上 他要是追这个 追那个 哪个节目收视率高 我就投奔哪 那就此一时彼时了 很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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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